各位觀眾,歡迎大家收看2018-19年度雞車王杯小型賽車錦標賽 今天是10月21日的第二站雞車王杯 畫面看到雞丁組的比賽 總共有10位車手鬥12個圈 看得起步排位 第一起步是Leo Yeah 第二是5cc女子車手 第三是Jolie關 第四是黎法斌第一次來玩 第五是Jason Tsai 也是第一次 第六是Justin Mock 大家很熟悉的名字來的 第八是女子車手Stephanie 第九是Johnny Tan 第十是Jeremy Chang 剛剛起步了 看到中間藍色衣服 花頭盔這位就是Justin Mock 在中間偷出來 相當漂亮的起步 直到尾已經被三部車爬回了 剛剛起步起得相當漂亮 包括Leo和5cc 兩個排著12在這裡搶在前面的位置 現在看到黑色衣服 淺色頭盔這位就是Leo Yeah 第二是5cc 第三是綠色衣服 都相當異認 很有特色的 就是Jolie關 再數到後面 看到黎法斌 黎法斌厲害了 今天除了玩雞丁組之外 也參加雞甲組的比賽 其實我們不停連續速出 所以他玩完80 又就是玩100 玩完100又就是玩80 他又不停跑 其實他是相當大隻的 所以 對他來說 體能不是太大問題 在這裡鬥足兩組 看到一個圈回來 非常順利 沒什麼意外之下 現在暫時領先前面Leo Yeah 第二次來玩雞車王杯 上次跟頒獎台擦身而過 因為有一點烏龍 看錯旗號就回來 令到他上一站 失了頭三名 今次Leo 前面領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 第二是5cc 也是我們上年的 雞車王後全年總冠軍 兼斥 他是創出歷史 在上一個季度 贏了這麼多場的雞車王後 背比賽 掃齊一套獎盃 非常厲害 有實力的車手 現在首在第二位 第三位 Jolie關 已經來了雞車王杯 應該玩了第二年 或者再之前 有玩過一站半站 暫時來說 運氣差一點點 看看今天 現在一直咬著第三邊 推著5cc 看看有沒有機會 前面5cc 相當有經驗 在這裡寸步不讓之下 Jolie只好可以 在T-1這個位置 亦都繼續跟著5cc 再數後一點 見到幾位新來的車手 都駕得相當不錯 包括Jason Choi和黎法斌 這兩位 在剛才的初賽 剛才的 Qualify和試車 見到兩位 都相當快 可以跟到比賽節奏 看來呢 前質也相當不錯 另外 大家知道怎樣車手 這個大家粉絲們都很熟 Justin Mock Justin Mock 我記得是2012年度的 雞丁組的全年總冠軍 在這裡 暫時守著第五名 再後一點 見到 淺色衣服、淺頭盔 這一位 就是Jeremy Chan Jeremy Chan Jeremy Chan 上年跟他的隊友 包括 包括 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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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f 大隻Teef 和 TerryTen 一群一起玩 雞丁80cc 做了幾隊 一路都有 來 玩了幾場 雞丁王杯 Jeremy Chan 成績呢 其實之前很老實說 今天呢 沒有了一群隊友 分心之下 一個人跳下來 玩這場 雞丁組 看看會不會 在比較集中精神的情況下 會有更加好的成績 再數下去 看到大家熟悉的 有位車手 真的要提提 日龍 為什麼這個決賽 只有十部車呢? 因為日龍 剛才在初賽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意外 做到少少隻 左腳 那 所以 決賽呢 他都安全起見 那就 不玩了 希望日龍呢 這個意外呢 不會影響到他 希望他早有康復之餘 希望他可以 快點 重新 投入工作 和回來雞丁王杯 因為日龍呢 都是相當有實力的車手 今年呢 也都在季初開始 已經 跟我說話呢 其實他特地 減磅 希望呢 可以呢 今年衝擊的全面獎項 那我可惜啦 來到第二站呢 日龍呢 這條受了傷 希望他快點好回來 那好回來再玩啦 那這裡呢 第五個圈呢 看到五CC呢 已經過了 Lio耶在這裡 進展了第一位了 開始呢 前面慢慢有慢車的了 那現在看到二三呢 其實呢 就是隊友來的 就是呢 JL Racing的 Jolie關呢 和Lio耶兩位呢 這條守著二嬸 看到有慢車呢 左左看看會不會影響到 五CC呢 很輕鬆地 走個大鬼避開 哎呀 這裡呢 入撞山灣之前呢 五CC慢了少少少 就被呢 這東西呢 在一個 裡面就偷了 然後Jolie關在外面都過了五CC 那麼五CC呢 很失策啦 那 看到他的車慢慢流下來 可能已經是脫了鍊 或者是死了火 不能走的 沒錯 看到在計時牌那裡 眼尾瞄到他呢 現在慢慢滾下來 那個暗斜的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滾下來 因為如果停在那個位置 都很危險 現在呢 因為五CC放下了 整個形勢又不同了 前面呢 一隊隊友 最後就是JL Racing的 Leo Yeer 還有呢 Jolie關 兩位在前面 數到第三呢 其實有一堆車的 很可惜鏡頭沒有捕捉到 那麼後面呢 三四五六呢 應該有四部車 都糾纏了一堆 包括呢 包括呢 黎發斌 Jason Troy Justin Mock 和Jerry Mack Jerry呢 其實都在之前幾年 又鬥了很多年的 雞丁組的賽事 那麼 成績也都相當不錯 也都拿過 對戰的獎項 那麼Jerry呢 停了一排 因為呢 生了寶寶仔 幫忙照寶寶 就比較少了回來玩 那麼今天呢 抽空回來呢 你們會一會的老友 那麼Jerry回到來呢 現在呢 在搶著呢 三四五六的位置 那麼第七圈啦 賽事呢 過了一半暫時呢 現在領先著呢 Liu Yeer 現在剛剛呢 拉開了後面的Jolie關 一點點距離 說回對戰比賽啦 那麼 看回全年積分對戰形勢方面呢 其實上一站領先的呢 就是Johnny Kent 和Manman的Aero Team 那麼 Johnny Kent呢 今天就自己單獨上陣啦 好可惜呢 今天前輩的車呢 不太精神了 現在暫時呢 都是比較厚的位置 那麼 Johnny Kent呢 亦都是駕得相當不錯的 那麼在Qualify呢 做到呢 57.579 亦都是他 控制過比賽節奏很好的 經驗車手來的 那麼 很可惜啦 今天呢 這輛車不太精神的情況下呢 這裡呢 比較落後了一點點 那麼事實上 Johnny Kent呢 上一站呢 亦都成功拿了我們 鄧仔衛第三名回來的 那麼 那麼 有時鬥車都沒有辦法啦 要說運氣啦 那麼 那麼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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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C也都跟Jolian兩位女子車手呢 就組一隊 叫做JC Racing 今天就因為 Jolian是 沒有時間回來啦 就 只有5CC一位 不然 我們看看比賽呢 剛剛失敗了 Jolian呢 在這裡呢 已經過了他的隊友 Lio耶在這裡 盡漸投車位置啦 雖然呢 是同一隊的隊友 但是呢 都仍然呢 那個競爭性呢 仍然在這裏 似乎呢 他們兩位呢 就沒有受到 車隊指示影響 不會好像F1那樣 要你讓一下我 我讓一下你 那麼 現在呢 Jolian呢 憑著他自己的實力呢 在這裡領先 Lio耶 一直回來呢 都是看他們兩個鬥的啦 艾美巢到呢 345也都貼得相當緊 反而呢 深藍色衣服的 Justin Moll 這裏代表了一點 去到第六位 那345也有排爭了 這裏1、2、2、345 又有345 回來呢 進入第九個圈 這裏呢 看看Lio耶在這裏 決定吃一吃的氣流 有沒有機會在T1的位置 偷一偷計 拉個比較闊的線 似乎呢 路就走多了 比較抵少了 只可以呢 繼續貼著他的隊友 這關後面 看看前面有沒有機會出錯 或者呢 慢車會阻礙 可以幫到他 可以過到前面的車了 那... 相信呢 一隊隊友呢 在這裏都... 我想他們賽前都應該有隔步了 沒有理由會 這樣 翹上一隊的 應該都是小心駕駛的啦 反而呢 345呢 競爭也都相當激烈的 包括呢 三部車多 看看是誰來的呢 Jermy Chan 黎法斌 還有呢 Jerry Mack 三個的 Jerry Mack 很有經驗的車手來的啦 看看呢 在這裏呢 三部呢 因為鏡頭拍得比較遠 看得不清楚了 他三部是自己鬥緊的啦 看看呢 全年積分榜形勢方面呢 其實暫時領先中呢 雞丁組就是上一站的分站冠軍 Sam Lee Sam Lee呢 今天就不玩雞丁 就轉了上去玩 雞甲做140 試一試看看自己實力去到哪裏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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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應該如無意外,只剩下一個女生 這裏有很大機會可以成功贏出我們雞車王后杯 剛才在起步之前也跟她聊天 事實上她這次是第一次來玩 她本身成績真的做得一般 她好像在做1分20 讓我看看 Borafi在做1分18 初賽做到1分20 她自己說希望可以決賽快一點 來到倒數兩個圈 現在Lio耶也是在找位置追求這關 看看決賽的圈速成績 最快的圈速看看 這關是57.712 Lio也是57.7 57.782 另外在做59秒也是4位車手 另外5cc其實在放低之前做得相當快 是57.5 看看女子車手Stephanie做1分14秒 其實大家車手的圈速來說 大家的速度也是相當接近的 很多時候鬥車都是說臨場發揮 臨場走位 還有運氣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看看現在似乎 Lio耶在後面暫時未找到辦法過了這關 現在去到 進入最後一個圈 預備 進入最後一個圈 這裡有機會了 看看會不會強行來 T1 這裡有一點勉強 Lio耶在內心想過了這關 T1強行叫他 Jolie也相當有經驗 在這裡鬆開一點點的位置 讓Lio過了 但是很可惜 Lio一出彎的時候 因為他的線位太窄的位置 倒了一點點 這裡四方彎 兩位仍然在隔 Jolie關稍微闊了一點點 就讓Lio耶在後面過了 咦 這裡上去撞三彎之前 Jolie關又過了 兩個鬥得相當精彩 沒想過原來同一隊的隊友 在這輛頭車真的不客氣 各不相認之下 Lio出來左三彎 暫時仍然在佔先 Jolie關 Jolie關相當的經驗 看到剛才有兩個位置 都是開一點點位置 留給隊友 走入 免得兩位發生風撞 沒辦法了 回到Lio真的沒辦法 追到Jolie了 差一點點 沒所謂 兩位隊友 1、2回來 非常成功的車隊策略 在這裡令他們JLW 再看電腦成績 頭車租這關 二車 Lio耶三車 Jeremy Chang 恭喜Jeremy 也是第一次上班了台 第四名 啊! 頭三位也是第一次上班了台 第四名 完成的是 玩兩組的Banney法斌 第五 Jeremy第六 Jason Tsai 第七 Justin Moore 第八 女子車手Stephanie 也拿到雞車王口杯 第九 放下5CC 也遇上意外 Johnny Cain 今天雞車王杯 在沙井的現場報道 現場直播到這裡 時間也差不多了 再一次多謝各位家庭觀眾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